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真的黑色星期五耶 因为健安的外套也换成了黑色喔 没暗床 为什么呢 健安老师跟你讲好不好 不是战袍披上来 是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有讲座 所以我要穿黑色西装 用无聊耶 真的假的 是不是这样 你是不是要讲说 健安老师你好冷的 对不对 好啦 没有 现在天气超热的 怎么会冷的 对不对 好啦 讲重点了 这个盘到底要怎么看 今天我相信很多人有没有 一定心很纠结 昨天健安老师的什么 标材说多方趋势仍然持续 多方有可能掌回兵符 打一个问号 结果今天呢 哇 又倒挡回来了 所以又来了 现在又进入盘市 又进入了一个高档震荡的行情 行情还是不让他出去 也不让他跌下来 也不让他出去 而且他还用一招 用最狠的那一招 叫做过高后拉回了这一招 所以感觉好像有点又多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感觉一突破高点的话 感觉好像多方获胜 结果呢 不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又给你倒退路回来了 又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盘市到底要怎么看 这时候来了 健安老师要慢慢解给你看 那你慢慢听 健安老师跟你讲 真的 健安老师跟你讲的观念真的很重要 真的喔 像这一阵 今天的话 健安老师搭公车来 电视台 上节目的时候 真的还被一位大姐认出来 说 你是不是在三立电视台上节目 说是啊 就一路聊聊聊 聊到最后面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观念最重要 做股票做期货 真的观念最重要 而不是上台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这两天很准的 这两天要做的 这两天要做的 这两天要做的两天 这两天要做的两天 有没有发现啊 上下左右两边看一下 是不是很多老师都是这样 健安老师不喜欢这样子讲 为什么 因为根本就帮不了你啊 那个是在讲什么 那个在讲天方夜谭 健安老师跟你讲的是 实实在在 到底怎么面对这个盘式 到底观念要怎么做 方法怎么做 这个才是重点 而不是一上台的时候跟你讲说 顺着他怎样怎样又怎样的 健安老师真的不喜欢那一套 好 还是拉回来 健安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的 就像今天找盘的时候 是不是健安老师一直常跟你讲啊 顺势交易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是不是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真的知道今天要怎么走吗 好啦 真的让你猜中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一百天当中 你可以猜中几天 一天 两天 还是五天 如果假设你在期货市场 操作的话 你的胜率没有到达六成到达七成 即使你今天猜对了 你到最后面 时间拉长 你还是赔钱的 这就是为什么健安老师跟你讲 运用正确的方法 来面对这个盘式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好 这时候来了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人知道 这个盘式要怎么看 来 健安老师有跟你讲嘛 对不对 盘式感觉又拉回了一个高档震荡行情 怎么说 来我们把K棒叫出来 这是大盘日线级的K棒 来看一下 这是大盘日线级的K棒 健安老师之前是不是有说过 这是7月2号那一天 来一个洗刷刷的盘式 最高点是不是9547点 昨天是不是带量突破了 结果咧 今天又来一个带量跌破 你没有发现下面的量 比昨天的量还大 而且还真的把它包起来了 什么叫包起来 这一根K棒把前面的那一根 红K棒全部包起来 表示什么 很明显的 今天找盘最多的 或者是昨天最多的 今天又套牢了 所以你没有发现 今天的收盘价 又回到了7月2号的上下高低点的怀抱 所以这个盘式又会在7月2号的高低点上下去做震荡的一个行情 也就是说 进入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也就是说 这个行情就会越来越难操作 不管是期货也好 不管是股票也好 健安老师有跟你讲 顺势盘比较好操作 震荡盘是比较不好操作 所以健安老师跟你讲 大概高低点就是框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你把它记起来 好 另外一个我们再从更科学的方式来看一下 到底有可能框在哪个地方 健安老师每一次遇到 要做财子棋结算的时候 健安老师都会跟你讲 选择权的未平仓量到底框在哪个地方 昨天感觉好像庄家暖绵绵的 感觉好像没有压盘 但是今天感觉好像初见招 给你拉起来 以为那个庄家死了 结果呢 到最后又把他打回来 所以现在现货有没有收在9500啊 并没有 是收在9489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权又是压在哪个地方 答案揭晓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支撑好了 一样哦 还是9300的一个合约 总共有4万6千口 那如果假设硬要再去找一个 比较接近的一个支撑的话 大概maybe就是在9400跟9500 因为9500的话 总共有4万2千口的一个合约 很明显 好 这个是一个支撑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看压力的部分 看一下 昨天9500的感觉好像被倒装了 结果就推了 推到9600 总共有50526口 结果呢 如果真的要再往下看的话 9500的合约 压力的状况 比支撑的状况 还要大一点点 压力的力大 比支撑的力大 还要强一点点 因为才强大概2千多口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哦 简安老师从技术线型来跟你分析 到底框在哪个地方 另外再从选择权的未平常量跟你讲 大概有可能框起来的区间 就是9300到9600点 但是如果假设以就价平的9500的合约来看的话 现在是压力比支撑的力道还要强很多 还要强一点点 不是强很多 还是强一点点 所以在9500附近的话 拉扯的话 感觉空方会比较稍微粗力一点点 了解了齁 所以很明显的 简安老师告诉你了 又进入了一个高档震荡的行情 不要去猜多 也不要去猜空 永远不要去猜 只要它带量突破或带量跌破 那个方向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去大胆的去假设到底哪个方向出来 在还没有大胆的还没有方向出来之前 请你记得还是一样高档震荡行情 来区间震荡来看喔 好不好 好 那另外一个昨天 简安老师是不是玩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是不是告诉你绝学筹码多空加战的点位 打在哪个地方 你知道这个每一天 简安老师还是要苦口婆心的每天 有没有想到黏惊 黏不你听 这个素育真的是很重要 每一天所打出来的点位都不一样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后面尾巴有一个2 你一定猜半天猜不出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预约 如果假设你有打电话进来预约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打在哪个地方 简安老师接牌给你看好不好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对不对 来跟你讲 不是今天就是昨天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数字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昨天是打在哪个地方 答案揭晓是打在9 4 6 2 好 这时候来了 简安老师 跟今天操作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怎么说 简安老师跟你讲 如果假设你知道关键点位 其实你要做好停力 跟把你的单子抽回来的点位 就很漂亮 怎么说 我用给你看好不好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简安老师为什么跟你讲 每一天有没有运用工具 再加上绝绝筹码 对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 怎么说 看了你就知道 来 今天像不像是一个人工盘啊 像吧 对不对 来一个拉起来 又来一个打下来 对不对 那9462 是不是刚刚简安老师所说的什么 是不是 绝学筹码 多空交战的点位 你知道今天简安老师做了什么动作吗 很简单 找盘 简安老师还是要依照工具 还是去做多 简安老师跟你说实话 找盘我真的去做多 但是变成蓝K棒 我觉得苗头不对的时候怎么办 当然就翻空啊 翻空完之后 我知道绝学筹码是打在9462 你觉得简安老师会做什么动作 当然就先停力啊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当你了解 运用K棒的颜色 再加上绝学筹码的一个用法之后 请问一下 你今天的空单 会不会抱上抱下 抱上抱下 抱到最后面 哇 也是没了没贪 奇怪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不知道绝学筹码打在9462 了解吧 所以该翻单 还是要翻单 到哪里停力的话 绝学筹码 就是一个非常好参考的一个点位 不然的话你看 来一个下引键 就上去了 就再也看不到了 而且简安老师还预挂了 请我们的学员先预挂好 所以一定会成交 一定是穿价成交 因为最低的来到50 这样了解了 所以每一天 多空加战的点位这么重要 超重要 好 这时候来了 那今天多空加战的点位 又打在哪里呢 这个数字简安老师准备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准备好了 你只要等一下跟你讲 我们线上服务人员的话 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什么东西 简安老师总共准备了两份资料 要让大家来索取了 怎么说 绝学筹码 多空加战的点位 今天打出一个新的地方 9 2个问号 1个8 简安老师 每天在那边玩2A 3B 到底是要怎么弄啊 9 2个问号 1个8 你觉得是9400多 还是9500多 还是9600多 不知道 所以等一下简安老师跟你讲 这个资料简安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做什么动作 当然啦 等一下会有一个会场的一个活动 你如果拨通电话的话 建安的线上助理人员会告诉你 这个数字到底要怎么取得 就这么简单 等一下广告的时候再打 不要这个时候打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简安老师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 不然的话那个电话信会烧掉 这样了解齁 所以每一天 简安老师跟你准备了绝学筹码 多空加战的点位 你一定要知道 运用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工具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点位在哪个地方 所以第一阶段先建安老师先把大盘先定一下掉 然后再告诉大家 那欢迎大家来索取多空加战的点位 对 那昨天在指数创下80个月以来新高的一个同时 自营商其实贡献不少 没错 今天是不是脚底抹油啦 对 感觉是自营商很讨厌 对 进去的话马上就落跑了 跟外资比较不一样 外资比较像是中长期的一个资金 昨天买了20亿 昨天买了20亿 今天买了20亿 今天卖超28亿 而且还加利息 加了8亿 真厉害 那你有没有发现外资超级淡定 感觉好像不关他的事一样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因为什么 因为他肚蛋已经赢了 他只要停利就好了 所以外资买超了10亿 但是自营商跟投信的话 就站在卖超 所以总共加加尖减 卖超了23亿 跟昨天的话差不多 昨天是总共买超了22亿 所以一样中性偏空一点点 所以越到结算的时候 多空拉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还是继续高档震荡 原本应该有机会 多方应该要胜出 结果多方没胜出 还拉回 就不要再强烈的看空 那看多 否则的话很容易 又被这个行情给扒来扒去的 OK 好 那这个先货的筹码解决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其货的筹码 有看到吗 有没有量了半截啊 有 感觉有 哇 多单只剩下1900 不到2000口 平仓了5600 焦底抹油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就不用出力啊 既然自行商把它抬上去 它就停立就好了 停立完之后 就掉下来了 所以投信跟自行商的部分 就小动作而已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 不到五六千口的一个进多单 所以我们就稍微中性偏多 一点点看待就可以了 没有太多 好 另外我们就看选择权的部分 选择权的部分的话 自行商又继续偏空操作了 一万一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四万口 那 那个外资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江老师有说过 这是避险的一个空单 避险的一个空单 所以自行商的空单 是比较肯盛的 总共有四万口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大概接近中高水位 不是太多 所以一样稍微中性偏空 一点点 来看待就好了 好 另外一个扑口 ratio 昨天扑口 ratio 是不是1.52 1.57 对不对 今天1.51 一样的还是算蛮高的 所以还是一样稍微偏 还是一样非常偏多 就以扑口 ratio 的一个角度来看 还是要多方思考 好 那另外一个 昨天的散户真的有赚到了 但是 怕就是怕在今天拉起来的时候 你是停损改做得多 打下来的时候才去做空 那完了 来不及了 为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你看 昨天是-20级 今天是正 9.8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重点又来了 人家掉下来的时候 那个散户又开始做多了 又开始跟着趋势反着做了 所以这个数字 我们就稍微中性偏空 一点点来看待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以目前的数字来看的话 并不是全然的偏多了 对不对 有稍微一点点点 转向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感觉并没有太大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牌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的话 除非带量突破 否则的话 我们都还是以区间震荡整理盘 来试制 会比较好一点点 不要全然的看空 也不要全然的看多 否则在转向的时候 来不及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这样了解 好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 八道光股航库的部分 到底是买了多少 来我们看一下 八道光股航库的部分 昨天又买超了5.7亿 这阵子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来review一下 这是昨天 这是前天买超 这是大前天买超 大大前天买超 大大大前天还是买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阵子感觉好像 另外一只手是空方向的 而不是外支的 为什么? 因为感觉它是硬刺 要把它空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感觉是这样 好 所以每一天 你只要每一天锁定奇海论坛的话 我相信 对于盘感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跟简安老师一样 越来越曝露的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K棒的颜色 到底是长什么样 刚刚简安老师 为什么跟你讲说 现在的一个盘 是属于区间震荡整理盘的原因 当然也是因为看K棒的颜色 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怎么说? 我们先把准则念过一遍 其实每一天 有没有保卫一个原则 顺势交易 最重要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人知道 了解 然后一定要追惯性 惯性 惯性最重要 惯性到底是往哪边走? 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 那怎么追? 当然是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绿灯嘛 大家都知道 然后K棒的颜色 会告诉你 红的就请你做多 蓝的就请你做空 黄的它就在盘整 那60分钟的K棒 会告诉我们 到底留破断单 到底要留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 来 我们看一下 到底日线期的K棒是长什么样 60分钟的K棒又是长什么样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日线期的K棒 你们有发现 今天来一个长的K棒 结果快要接近这一个点点了 对不对? 江老师有说过 如果这个点点被跌破的话 就以日线期的K棒的话 就进入了震荡高手盘 震荡高手盘 江老师有说过 震起来头会晕晕的 所以请记得要小心面对这个盘式 那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要红色的K棒 那既然红色的K棒 就以日线期的K棒 当然就是中长线 还是稍微偏多一点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短线波段单的方向 到底有没有转弯呢? 搞不好真的有转弯呢? 怎么说?来我们看一下 答案揭晓 来 60分钟的K棒 你有没有发现 连续两根什么颜色? 黄色 会紧张吗? 会喘 好啦 江老师没有要吓你 只是告诉你说 60分钟的K棒 已经变成黄色的K棒 既然变成黄色的K棒的时候 请你记得 不要当死多头 也不要当死空头 记得 记得不要当死多 也不要当死空 K棒的颜色会帮助你指引方向 顺着它去做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 该洗环头 也是要洗环头 所以第二个阶段 江老师就先把K棒的颜色出交代 对 好 那接下来大家都在想的就是今天 在中小型个别股的部分 是摔得比较重一些些 对 既然今天我们选出来的马儿 有摔倒的吗? 非常好 这个没有勒搞的 他竟然问我摔倒的 不是问我冲出去的 都一样 江老师跟你讲 江老师需要 对不起 我所选出来的股票 江老师教你的方法是什么 把它放在你的自旋股里面 如果它摔倒的话 不要去压它 江老师教你的方式 不要掉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低接 江老师可不是这样教你的 江老师教你是 冲出去的时候 你要去压它 昨天是不是有四档股票 要冲出去 那今天又有一档 股票 你一定想要 建安老师 你是不是又要盖牌了 好啦 今天可以大家评评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到底哪一档股票冲出去 可以吗?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要请导播帮我上一档 日内走势图 就是4915的智深 今天它除全息 长停板 对 而且是除全息 马上就填全 而且还长停板 而且很多人都跟他讲说 这个是Apple概念股 他要接到iPhone的单 佳老师跟你讲好不好 那真的是一点剩子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从iPhone5的时候 就已经不接他的单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做另外一个规格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要再把它归类成 苹果概念股 顶多那就接个iPad 什么诸如此类的 不要再把它归类成iPhone概念股 江南老师看了真的是要打招 不要乱解盘 江南老师不喜欢解盘给你听 但是不代表江南老师是不懂的 江南老师是懂的 所以他是不是Apple概念股? 是 但是他是不是iPhone概念股? 江南老师跟你讲他应该不是 这样了解 所以这档股票的话 到底行不行? 当然行啊 为什么? 涨停版 江南老师有选他吗? 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电视 赛马理论第10版本 有没有发现? 就在这个地方 Q1他是不是赚了0.75块啊? 今天4915的支撑 是不是被江南老师选在里面? 而且这就已经选在里面了 好 这时候来了 江南老师 你不要再假鬼假拐了 好不好? 现在的指数 在9500点附近 操作难度真的很高 你到底第10版本的赛马理论 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们看得到? 好 江南老师答应你好不好 江南老师是不是准备了两份资料? 一份资料 来 我们一步一步来 江南老师真的准备了这两份资料 这两份资料 对你在操作期货跟股票 真的很有帮助 你要不要帮助 你决定 不是江南老师决定 江南老师认为这个资料 对你很有帮助 那你要不要 你决定 江南老师不能强迫你 两个东西 第一个 下个礼拜 多空交战的点位 到底是打在9 两个问号 一个8 另外一个第二份资料是什么? 来 第二份资料就是刚刚江南老师所说的 到底赛马理论 第十版本的股票 到底还有几支? 江南老师已经先了三档 对不对? 到底还有12档股票 到底是哪12档? 想知道吗?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线上的助理人员 一定准备好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等着要接电话 江南老师在礼拜六礼拜天 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真的很重要 江南老师希望你拿到之后 江南老师教你怎么用 而不是全部拿给你之后 你撒在欧白布 结果搞到赔钱之后 就说江南老师老师 这样子 这样子不对啦 江南老师教你 你没有学啊 所以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江南老师要跟大家分享 炎炎夏日到底要怎么做个旗鼓高手 有没有发现 是旗货跟股票的高手 江南老师是正旗双分析师 所以当然要教你怎么样做旗货 怎么样做股票嘛 旗鼓高手 江南老师要教你 运用工具到底怎么样顺势操作 高雄、彰化、新竹、台北 这一次总共有彰化厂跟新竹厂很特别 所以住在彰化的朋友 跟住在新竹附近的朋友都欢迎报名 高雄、彰化、新竹、台北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只要你报名参加 江南老师会告诉你 到底绝学筹码打在哪个地方 第十版本到底怎么运用 如果假设你对这两份资料也有兴趣的 怎么办 先打电话 为什么 线上的助理人员就会告诉你 到底怎么样取得 搞不过很简单哦 搞不过只是玩一个游戏 玩一个什么赛马理论的一个什么 那个过关密码而已 也许 maybe 随便 但是重点是什么 这两份资料对你真的很有帮助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再让江南老师都要到一下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高雄、彰化、新竹、台北 一定要懂得报名参加 对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马上回来 行动真的很好喝 运动就要行动 行动动能饮料 好啊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要坚持 理财帖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嘴一定败吧 0225068911 工医 25006 百九一元 床的世界 全新电动按摩调整床 床电角度随我调整 更享受更舒服 多点振动按摩 舒缓肌肉疲劳 冷暖恒温材质 给我最佳熟睡温度 更服贴我的身体曲线 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 只要月付2800 欧巴 欧巴欧巴 欧巴 没错 真的是58折 现在来床的世界旧年庆 全管床电58折回馈 每个蓝特两杆床 月付2200 床的世界经典床 只要月付990 还有超值加价购 请来床的世界 珍惜所有的鼓励 给全球好空气 大金空调Global No.1 你和一起帮待听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又坚持 理财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材一定带吧 02-2506-8911 控宜25006-8911 控宜25006-8911 科技是引领车坛进化的关键 奥迪A6 汇聚明日科技 不断突破极限 照亮世人所见 奥迪A6 进化的总和 现在入主 想低月辅加震以示权显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当冲了 好的 今天要教你怎么样当冲喔 今天要教你怎么样当冲喔 今天要教你如何当冲喔 今天就不念准则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运用基本功的话 感觉好像有点不太行 因为今天扯来扯去扯得蛮大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台子取得15分鐘的K棒 我解釋一下 今天開盤在這個位置 然後收盤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盤整盤又變多方 多方又變盤整盤 盤整盤又變空方 所以今天一定會很難操作 你操作的次數一定會很大 菅老師知道 所以今天如果假設你運用基本手法的話 今天感覺好像是賠錢的 沒有錯 今天真的是賠錢 但是不要忘記了 菅老師不是有加大加嗎 即使基本單的一個做法是賠錢的 聽菅老師的券 一定要手機率 聽菅老師的券 如果假設你手機率完之後 菅老師教你高段的 叫做進階的一個走法 怎麼樣進階的走法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今天會運用工具的話 進階的走法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台子取得10分鐘的K棒 菅老師有加大加碼 紅的轉黃的是不是轉弱了 你可以就先進空單 進空單完之後 這邊是不是再轉多單 在這個位置轉多單 完了之後是不是在這個地方轉空單 轉空單完之後 尾巴是不是就賺錢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是運用 進階的一個走法的話 其實今天的話你是小賺安全下賺 運用進階的一個手法 但是菅老師還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運用工具超過三個月以後 來學這個東西會比較好 另外一個菅老師不是 一開始的時候有跟大家講嗎 其實你在運用工具的話 不要忘記了是不是 菅老師都會跟你講 絕學籌碼對不對 絕學籌碼多空加戰的點位 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知道 昨天跟大家提醒的是9462 請問一下 這邊刷下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跟菅安老師一樣 在這個地方先行停力的動作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菅安老師跟你講 工具不是只有一種做法而已 也就是說 面對磐絲的時候 你不用太緊張 菅安老師會的東西都會教給大家 想不想學 如果你想學的話 菅安老師就教你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總共有市場免費的活動 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真的很重要 菅安老師就是要教大家 炎炎夏日 到底怎麼做個旗鼓高手 運用工具順勢操作 高雄 彰化 新竹 台北 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就是要告訴大家 到底怎麼樣成為一個旗鼓高手 而且總共有四個主題 要跟大家分享 這四個主題可重要了 來我們看一下 哪四個主題 結算前行情到底要怎麼看 下個禮拜三 就要做結算的動作 賺錢的單 你是不是抱不住啊 到底要怎麼改 常常小賺偶爾大賠 怎麼會這樣 多空加戰的點位跟工具 到底要怎麼樣合併的運用 而且菅安老師是不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告訴大家 學學籌碼 多空加戰的點位 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到底是打在 9XX8 哪一個數字 還有那個什麼 賽馬理論 第十個版本的股票 選出來的股票 到底有哪些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只要你撥一通電話 線上的助理人員 就會告訴你 到底怎麼樣取得 這兩份的資料 當然啊 如果假設你有來到會場 報名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延延下日做個旗鼓高手 運用工具順勢操作的話 建安老師還會告訴你 怎麼運用 而不是只是告訴你數字而已 還會告訴你怎麼運用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高雄 彰化 新竹 台北 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一定要打電話報名單 好 謝謝建安 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那接下來論壇 也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會持續為大家 來追蹤一下 K棒的顏色 到底是什麼樣的顏色 以及個別股 到底後數會如何發展 下週同一時間 雨嶼加費